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今日澳門這邊是立法會答問大會,何一成出來回答議員的問題,說到公務員應該加薪,兩個月前將公務員加薪議題,轉交給公務人員薪酬評議會研究, 但是要按機制處理。回應議員提問時說到,公務員四年都沒有加薪,個人認為公務員要加薪,政府從來沒有抗拒過加薪, 但是指出加薪的問題就不是特首或五個司長說要加多少就加多少,公務員加薪按機制,這個機制公務員與各個社團都有份參與, 以及說要平衡社會,所以兩個月前就已經開展工作了。 講完這一個公務員加薪的問題,還有一點可能大家都會問,特首會不會再派錢,又或者是消費卡之類的事呢? 特首就回應了,他說這些普遺性的支援開支太大了,不是小事,政府現階段無能力,無條件去做這些普遺性的支援, 就是派錢,派消費卡是無能力去做的。 他就強調了,現在是要做一些針對性的支援,就說社會支援政府必須要做的, 他說對於這些個案支援或者某一種階層比較貧困的,政府就會有一個兜底的機制去做處理。 即是說他見到你窮,我就資助你了,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?這些叫兜底性的支援機制。 但是這一種的兜底是兜誰的底呢? 因為看回雖然說現在無錢了,但其實公務員人工開支佔了都幾重的,現在叫做賭收好一點點,公務員馬上加薪了。 其實今日也有議員說道大市,大環境,旺丁吾旺財,好多民生區都無生意, 特首就拿了個例子出來,他說最香餅家,人家在生卡拉那裏,不是一樣排隊排到大排長龍呢? 那到底是什麽事呢?為何民生區會無生意呢? 還有一件事就是講到澳車北上,有議員就問,幾時會增加名額呢? 特首講到,暫時都不會增加名額的,因為那個位置亦都做緊工程啦。 除了做緊工程之外,這一個車的流量現在暫時來講是負荷不到, 如果加大了名額的話,那個位置就會失死的, 所以暫時來講澳車北上這個名額不會那麽快加, 可能要想辦法疏通到車流才會增加這一個澳車北上的名額啦。 那這個應該好多中小企叫做鬆開口氣啦, 因為如果澳車北上,它再多些名額出來的話, 可能他們的生意就更加之死的嘛, 那黃牛聽到應該都好開心啦, 又可以繼續去搶澳車北上名額去賺錢啦。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邊劉國賢啦,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 下集再見啦,拜拜! 下集再見!